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且那真的万马奔腾 尤其在11点钟 节目结束之后地下道 包括捷运都已经饮醉了 台北市是这样 当时也是 当时在早上到今天 淹水都有人的胸部这么高 还出动的橡皮艇 也就是说双北市在昨天已经是灾情这么惨重 我们也调出在昨天的第一时间 这是在昨天的凌晨 凌晨的网络当中 在自由时报的网站凌晨的0点37分 北台湾也列为淹水的警戒区域 您看这个粉红色的部分叫做一级警戒 虽然字不是很大 粉红色的部分包括在双北台北市 就是说在半年的时候 经济部水利署晚上所发布的淹水警戒区域 在凌晨的36分 它37分报道 发布了一级警戒区里头 已经有台北市和新北市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郝龙斌要早上9点半才宣布呢 然后宣布完之后 10点钟又要再更正了 来看今天整个过程 降雨量已经超过停班停课的标准 所以台北市我们也停班停课 在这里做正式宣布 台北市长郝龙斌一夜大雨后坐证防灾应变中心 听完简报上午9点55分宣布停班停课 是不是从12点开始 从及时开始 早上七八点钟该上课的该上班的早就出发了 北市府却拖到快10点才宣布 让台北市民一整个措手不及 郝市长也被质疑 决策慢慢拍 早上台北市还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现在因为降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所以我们宣布及时停止上班上课 因为希望这样的宣布让家长能够有充实时间去接小朋友 拖了老半天民众怕搞错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网站确认 但没想到从10点好市长宣布后开始盯着看 网站却显示台北市尚未宣布 终于10点44分过了快一小时资讯才跟上 不不关一个慢半拍的角色让民众全被凌晨落汤机 想回家也塞在路上 回不去了 在立新闻有黄宝同黄诗婷 台北报导 春春传来到校门口家长们大雨中急急赶来接小孩 从头忙忙看得出来实在是措手不及 特别是政府宣布10点钟后即刻停班停课 感到学校的爸爸妈妈们都气炸了 当然了 喂 我们都没有想到 我想到半天有时候突然就急死急死 我直接从公司冲过来 因为就是你要嘛你就是中午 不要说临时啊 你这样临时发放话对我们在上班的顺务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真的是很夸张 上午7点好不容易冒雨接送小孩上学 没想到三个小时后又得顶着大雨 从公司赶来接小孩放学 校门口大手牵小手还要打散 家长在大雨中快步奔波 显得狼狈 没人接的小朋友在走廊上东张西望 搞不清楚状况 像这位小妹妹书包背着一脸惊恐 没人来接完全不知所措 老师几点跟你说 然后你通知你爸爸 我知道 那你现在找到你爸爸吗 你有打电话吗 没有 我身上没有电话 不只停课让学生瞎掌一团乱 一大清早冒着风雨 赶准时的上班族更是抱怨连连 太晚公布了 所以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 因为沿路上来其实看起来就淹水了 其实机器不适合再出门 人来人往的那一科 科技新闺门也顾顾的门面 穿着拖鞋 卷起裤管走在大街上 一部狼狈形象 好不容易赶到公司 没想到又突然宣布停班停客 让所有上班族各个路情冲天 三新闻总报道 郝市长是九点半宣布 说会保护停班停客 十点半不到半个小时 又宣布即刻停班停客 那新北市是早上宣布 高职以下是停客 但是要上班 到了十点钟也跟进 配合台北市全面停班停客 那么我想请教师定宇 怎么样看这个决策过程 我们台南市是早上五点五十分 媒体 学校跟包括我们议员 都有接到企乎的同地 五点五十分通知你 今天上午停止上班三课 七点三十分第二次通知 全天停止上班三课 我们就贤一万了 我们就贤一万了 我还后来一看 他竟然是全台湾最快的 所以这个应变机 问题出来哪里 第一个 我是觉得郝龙斌 应该是满清时代的官 什么叫即时 马上立刻 你没有就说几点几分 否则每个人 我现在看十点的整点新闻 他也讲一次即时立刻 看十一点的整点新闻 又讲了一次即时立刻 到下午看新闻 还在即时立刻 到底即时立刻是什么时刻 你要么刚才讲 你讲中午嘛 我有时候回来接一下嘛 说立马赶快去接你的孩子 你是几点去接 然后呢 他刚才讲了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刚才看电视 我忍不住说胡说八道 就说 他说我慕容 雨量 到一个听到 达到标准了 他即时宣布停止 上班上课 好像很有魄力 好市长 那以后 红台天这样 要等到风吹过那个马表 超过最大阵风几级 那小朋友赶快带回家 其实他有个预估指的 明天在 柯林 会达到几级阵风 会达到什么样的情形 我就可以宣布 上班上课 人事行政局 是有一个授权给他的 结果 我也不要说 他沾楼在睡 他也许很早起床 他等到九点多 犯了第一个错误就是 家长已经出门 把孩子冲到学校了 你还反复叫他刷回去 所以今天有一个人讲说 他不如宣布继续上班上课 对社会冲击还比较小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落雨 其实下雨淹水 这一次 我们一般豪大雨 就是200公里 超豪大雨是350公里 我们南台湾都四倍以上 都1000公里以上 这么大的雨 也许排虹卸不掉 但是你的应变到底怎么应变了 我们台南 降全国三分之一会淹水的区域 最容易淹水都在我们台南 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个情形 我们每个工业区的老板 都跟我们的消防局都有连线 简讯发出去 每个人都会收得到 我早上小朋友还没有送出门 老师就打电话来家里说 今天孩子要送来 不会让你带到学校 还要接回来 这个是平常要建立的东西 那好像也许平常没有建立这个东西 我这还有一个预算 台北是该不该淹水 没有这个地方该淹水 但是你钱花不到 你就该淹水 我这个是台南台北跟新北的比较 这个我们台南面积是2200平方公里 187万的人口数 那我们把它分成两个 一个是新建的排水下水道还有维护 然后这个大概花了两亿 一年了 河川排水跟维护是4.5亿 但是你看新北 新北的面积也很大 2052平方公里 人口392万 它新建的排水跟维护是14亿 那河川排水是6.5亿 台北市的土地面积270亿 我们的十分之 约约大概八分之一 那它的新建是4.5亿 河川的是15亿 我这还不包含 环保局清沟野狼 是我们的十倍 还不包含基隆核 整治特别条例300多亿 也就是说台北市开那么多钱 结果我们一个市长 平常有没有清淤 我不晓得 该停止上班上课 我软七八糟 所以天灾 一次叫天灾 如果一直再重复 就叫人祸 那如果三次以上 叫做故意 所以我是干嘛 郝文斌这件事情 其实要好好检讨 你这个市长对不起市民 我让各位看几个图片 这是政大 政大在台北市木栅 你看这是政大校园 你可以看出来这是校园吗 整个水漫政大合体 我们就要看郝市长跟朱立伦 这双北 这两个市长 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个在哪里 他不是警察局 警察备备 在路边抓链鱼 链鱼 我记得是在基隆路 也靠近信义计划区的时候 信义计划区 他进来还可以抓到链鱼 然后这是在哪里呢 这是在新北市 中和的中山路上 他在上班的时间大淹水 所以大马路上 一片汪洋有民众涉水上班 不慎摔倒在水中 慢慢的爬行前进 这在新北市 在中和 在中阴后的地方 然后这是在哪里 你看得出来吗 五谷 五谷往卢州的橙卢桥 橙卢桥 就是说 专台湾超大好语当中 新北市 其实网友不断的上传 各地的淹水画面 包括南侃交流道 变成滑水道 辅导的中美桥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到 这是哪里 这是府大的中美湖 我说府大中美湖再度出现 在府人大学 在新庄 新北市的新庄 同样在府大出现了游泳哥 府大的游泳哥 然后这是在哪里 在桃园 这是在新北之外 还包括在新北市的头侠 头侠因为昨天晚上下起大雨 在京城路 跟和平路口淹水 水深一度到了胸部 所以消防队员使用救生艇 紧急将居民来撤离 这些头侠 我请教师国栋大哥 这双北这两个 这两个县市首长判断 第一时间要全面停班停课 有这么难吗 其实小晋 你十晚已经拿出一个标 观众记得不太好 你拿一个标 这次楼核两百多毫米而已 跟摩拉科一千几千几千几千多 但是这次已经造成五官七四十五个区 发生事情了 跟他们也是九官七六十五个区 我们就告诉他 如果叫小龙兵的楼子是说 楼子的楼子没有到我的标准 我认为我要怎样 但是他没有去看到 你的所在已经造成材败了 他没有看到这个 他只看到那个标准 所以拿出来去念 但是我也你不只说 台北市民你太狡猾了啦 刚才你听电话说 太狡猾了啦 市長叫你们说 十点停班停课而已 你们就不愉快了 你们就说 我要去带小龙兵的楼子 我要想什么 他一直叫 你看南部 你看海港的 你看海港那儿的 那马下 摩拉科整个村子就不愉快了 马英九说 要让他们一个普罗旺失 风景如何好 但你们现在去找 马英九说 偷说我们普罗旺失在哪里 你阴暗 北部的虎子还没有了 似乎人家人高平 阴暗你才注意 再一波 海水会再倒灌进去 什么人去注意 只要停班停课 什么人要注意 那要怎么去救他 有 我们早上在马陈聪 说一国的宰相 你现在人是在冲事 台湾现在变成这样 你人类的都会去 有些人一天去南部去看 去高雄兵 去冰冬看 去看报来 去看六国 说今天撤离 今天撤离 就你说 所以就应该 参与尹 你去美国 宰去 免你发彻璃 大家照明不赢 就要你来发彻璃嘛 你看到我们的总统 走你一早去中央灾害 防病 预防什么中心 说料敌从关 异敌从严 我记得我这句话 听得很适当 他每一次做大支天災 都下去中央灾害 近边中心 都是这句料敌从关 异敌从严 我怕你 郝隆斌有没有料敌从关 异敌从严啊 郝龍斌如果你選擇停班 停課已經很不錯了 市民 林台經驗過一年一千七百億的台北其中醫生 馬英九做八年 郝龍斌做六年了 到現在有改善嗎 為甚麼喝水怎麼會這樣 農國民黨你做十幾年了 為甚麼 這麼多醫生在這家裡 為甚麼喝水 沒人要去注意 大家在問郝龍斌停班 停課 沒人關心 錢開了 為甚麼連台北其就喝水 你也去監督這麼大條 來 蔡委員 這個當然謝謝各位的指教 不過我們監督政府官員要比較公道 像我剛才定義兄談的是 把台南市拿來 跟新北市台北其在比 奇怪怎麼不去比高雄市 跟賓農館 對不對 那也一樣 總統很害怕 你不可以跟他破屏 破屏 我覺得沒有公道 再來第二的時候 台北市北就是文山區淹水的時候 郝龍斌就做決定 水利處長要刺激下去 你看 淹水缺的時候 水利處長也是說 關粥那麼大 沒差 台南市好 高雄市好 冰冬館 你有處理在水利處長嗎 你也沒有 這個處長換錯 水章門沒有開 這另外一位 你要減透 你本來水利處長要保證 這沒用 沒有 蔡議員 我剛才說 宣布停賀停班的時間 高雄台南 大家本來就不一樣 沒有啦 你高高平也一樣 你本來也比台南市比較慢宣布 所以你不能再去高雄市 去討論問題 我當然就孝龍斌說他9點半宣布一次 10點控制雲 宣布一次 當然這可能大家應變比較不來 但是基本上 基本上 他跟死守攻勢說 沒有350毫米 他沒有宣布 當然這是給大家不方便 但畢竟 沒有影響很大的問題 沒有影響很大的問題 我再說一個問題 是說 我們現在都要檢查鹽水的問題 像我剛才的時候 我就派我來助理 試試給他想 我中間我經出很多議選 讓我選舉來南港 這幾年也很早很大的鹽水 我盡開的希望有效果 結果目前為止 效果也不錯 但是我是認為說 我們也要檢查啊 有很多地方的修正有財務 有在做什麼 也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你不可以光顧 說你是民進黨 我就要領國民黨的管治黨 我國民黨的時候 一定要維護 就不可以替民進黨的管治黨說話 不是這樣說 鹽水是全民都在鹽水無分 東牌在鹽水的時候 所以檢查不可以檢查國民 這樣就沒意思 我這個檢查你也沒有講啊 我以為你會講到好市長 如果你當市長 你會這樣宣布嗎 好 因為我先進一段廣告 你還是要回應一下嘛 你那一區 因為我早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經過台北市政府 地下道都淹水了 那不是我選區啦 是啊 你內湖的部分其實也是 我出去去淹大水 內湖南港沒有淹 內湖南港沒有淹 然後到這個市政府的部分 已經包括捷運都淹了 所以我覺得很好奇的是 包括一級警戒區 這半天都已經發布了 怎麼會到九點半 還發布一個下午 那半個小時之後 其實我們強烈的高度相信 是他電話被打爆了 那麼我們是不是有一堆 Torakku人都在睡覺 我們當然不只是 郝龍斌 睡覺的一Torakku的官員 可能很多 難道有包括馬英九總統嗎 那是不是真的是 要Torakku罵 罵到他才會醒過來 我們休息片刻 Kevin Cohen馬上再回來